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在年轻的时候是因为学了气功 武术 医学 然后对于在看患者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到人生病是多么的痛苦一件事 然后因为有一个机缘 听到一位法师讲到说 真正的学佛修行可以脱离六道轮回 所以我起了一个修行的念头 就这样子我进入到了佛教 也在一个因缘下进入到了佛属派 归了佛陀 第三世多解枪佛 佛陀师父 真正感受到 最早最早感受到的力量 是因为我在练太极拳的时候 受了内伤 那时候自我挑起的时候 我的胸口非常的痛 连动都不能动 那当下我认为佛菩萨能帮我的忙 所以我就持送经咒 然后大概持续了三个小时左右 这个内伤在刹那间就不痛了 这是我感受 第一次感受到佛菩萨加持最神奇的地方 永春堂这个地方是以少林般中永春的一个传承 那这个地方又有一个佛塔 其实人来到我这边 他有的是心理的因素 有的是生理的因素 就是身体的因素 但是永春堂 却可以带给你在心灵上 以及肉体上的健康 这个也跟我学博修行发了个愿 我的愿意就是 凡是见到我所有的人 都能身体健康 心灵安详 这是永春堂 在这个地方要做的事情 有一位潘师姐 她是在五十几岁就跟我在终于诊所结缘 那她的坐骨神经痛 当时也是在诊所 让我帮她看好了 她的女婿生病了 受伤的也是我帮她看好的 结果她的女婿有跟我来 佛堂学佛修行 那这位潘师姐呢 因为她坐骨神经痛又痛起来 她第一时间也没有再来找我 结果在医院看了两个多月以后呢 有一天她女儿带她来给我看的时候 我说因为 你第一时间是找别的医生 所以你来我只能做 我当下可以做的 我说这么说吧 你一天闻三片反应好好徐佛修行 闻法修行 三个月内如果你的病痛没有好起来 你来找我推拿都不用钱 但是你在我们把这三个月内 所有的药物都不能使用 不到三个月 其实只有一个半月 她的坐骨神经痛就好了 于是她因为身体病痛的因缘 她也进入到我们 所以夫属派来好好学博修行 1999年那时我许多 就是一群圣经痛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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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它 痛一痛后没疑惑 还有两痛都痛 就是这样不得说好 在認真聽法音 有時候我們一個神經 都靠一靠聽這個法音 對啊 我實在很感恩 這個師匠跟我們教學 是要把我帶進去 很感恩 很感恩說 河頭恩師 跟我們搭 跟他們說 跟他們說 說法音 讓我們聽 聽到 有的加持力很大 馬昌打底派正馬舞堂 往生移軌把會開始 大衷至成 必佛三拜 拜 我在94年的時候 我們家沉悟師兄 他修醒之後 我覺得 這是一條很殊勝的路 所以我就跟他一起 因緣際會 彰化地區 要成立一個大佛堂 結結十幾個文法典 一起來做修行的地方 那大家一起來共修 所以我們就取名為 正法佛堂 我們希望 就是能夠來正法的同學們 可以有一個很棒 很舒適的休閒地方 那很安心像家一樣的佛堂 藉由這樣的大家庭 讓他們家庭和樂 然後個人過得幸福美滿 每次我都帶來這裡共修 一禮拜都請到最早 還有來三次 四次 但是出頭腳都唱兩次 水公做三次 可以讓我們說 做賢源 去賢戈 可以說身體平安 感覺平安 這樣很開心 很開心 當初就是 人生也到了 就是事業不順利嘛 又經歷了車禍 進來之後 就一次一次的共修 就身體越來越好 還有事業也越來越順利 我們法音的話 大部分我是覺得說 你聽了以後那個 因為我們家人都說 我如果聽那個好像在充電 就是你會覺得精神很好 所以像我每次去佛堂 我再怎麼累我去回來 精神就是很好 等於就是給我充電 那個我自己的感覺 好像說在消你的一些 那個業力什麼的 我自己是這樣感覺 因為就是很明顯的 你會覺得心情很輕鬆 因為當初爸爸往生的時候 是由我們上面那個 宋傑大德 他有幫助我爸爸就是 就是往生的時候不會那麼痛 然後有接引到他 所以我們很感謝他 就是想來拖堂這樣 累積一些自己的功德這樣 借著這個功修 然後也算是幫我 也不在的已經去世的親親朋友 借著這個功修 然後這個功德也回向給他們這樣 好像人真的是要修行 因為你沒有修行的話 其實也是在浪費觀音 我來這裡 就是看我們這樣收起來 收得很好 我就馬桿來 我每個禮拜都會來這裡 我自己也感覺到 我自己也感覺到 聽了花音 感覺身體也很好 我很感動 那個感覺 那個感動是開心的感動 其實回想年輕 小時候到現在 一晃眼已經過了50年 學博修行 當下你認為我實在做對的事 其實真正是你要走的時候 才知道你的修行到不到 歡迎各位跟我來認識真正的佛教 真正的修行 你不太同學 你不太離譜